上期作品刚讲完赛车手豪华住宅 这两天征战多年的赛车手林同学就出事了 希望林同学事件能尽早查出原因 早日康复 本期业主又是个赛车手 没办法就是这么寸 业主一家三口住在东京的老街高层公寓里 丈夫从事外商工作挣大钱 不用说媳妇长得这么小巧 一定家庭主妇了 还有一个七岁的儿子 业主有个埋藏多年的梦想 这得让首富帮他实现 业主对车那是一个痴迷 公寓停车场有一个 老丈人家有一个 业主讲话 活着就是为了玩车 揪着技术水平都上杂志了 在网上还发起了家族 这是要带着车友们攻城略地吗 总结一下业主的要求则是 1.要有立体升降机 2.停三辆车的停车库 3.从室内可以看到爱车 都是跟车有关 有没有考虑媳妇的感受呢 节目下来搞不好要贵催板哦 本地块占地面积77平米 建筑密度只有60% 可建设使用面积也就45平米 由于难度增加 本次设计的倒霉诞生级为两位 擅长空间利用的胖胖哥 和擅长挑战常规设计的瘦手哥 可建设面积只有45平的地块 只要三台车就能站满 如果机械停车 则有三分之一是车库 所以居住空间成为难题 这个时候就要权衡居住空间 和车库空间取舍 最终方案确定为 137平的三层钢结构兼车库主宅 车库部分也设计了立体升降机 由于车库过大 居住空间只能是两室两厅一位一厨房 一楼的功能布局是 玄关 汇车室 车库 二楼的功能布局是 主卧 浴室 厕所 厨房 储藏室 车库 三楼的功能布局是 客厅 餐厅 厨房 儿童房 居住空间虽然不大 但内部空间创意十足 方案刚定下来 丈夫给力 让媳妇怀上了小贝力 那住13平米的儿童房 分成两间 俩娃住的能行吗 业主这么说注定是要被打脸的 选个黄道集日开工的 国际一想 黄金万两 基础搞定后就是结构安装 三项五除二 也基本成型了 此时业主骑着小摩托前来视察 看着表情还是比较满意的 过了一周 定制的进口升降机也拉到了现场 把业主高兴的不要不要的 就在这时发现了大问题 雨霾螺栓少了一根 地面上的螺栓和空降机的孔对不上 原因在于寄出了错误的设计图 升降机方单纯的失误 决定再次向美国订购之后再安装 还是在日本当消费者好 错了重新订购 要是在国内分分钟给你安上 当什么也没发生 业主此时此刻心中肯定是万马奔腾 隔天安玻璃的过来了 住战难免二三层全是落地窗 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把外面的景色 引入生活中 从而让人感受空间更大一些 玻璃也是采用反式热辐热的 楼里玻璃 大大提高隔热性能 玻璃为中空的 所以冬天可以避免室内热气散出 夏天可以反射阳光 室内温度不会上升 即使难免整面玻璃窗 也有万全的防热抗寒对侧 连安装的师傅都投入羡慕的眼光 三楼也为孩子铺上了软木地板 三楼安装木柜也是设计师的创意之一 东西两侧墙壁统一做了收内柜 让居住空间扩大到极致 在通高的空间也做了柜子 能坐进坐能放进放 应减紧减应收紧收 东西两侧墙壁统一做了收内柜 不好意思跑偏了呀 柜子还是应装紧装的 毕竟储藏功能要高嘛 屋顶一刷 橱柜一摆 浴缸一装 升降机一固定 基本上也就完活了 看看最终效果吧 一楼东侧设计的大车库 升降机也是和居住空间完美的结合 如此之大放三台车绰绰有余了 看业主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心中的满足感不言而喻 居住部分一进入玄关 左手边是贵客室有11平米 从窗户可以看到车库 这也是业主的独特待客方式 上二楼主要是一部分居住功能房 5平米浴室 11平米的主卧 楼梯旁还设计了边看爱车边工作的书房 三楼南侧则是采光充足的客厅 足足有17平米 隔壁则是餐厅和厨房 合计有22平米 厨房后面则是儿童房 有13平米 儿童房的添花还有阁楼 这样搞也是为了二胎做准备 客厅的大窗和4.5米的条高 是整个客厅看的可不止17平米 房子盖好 小baby诞生了 双喜临门 人生赢家了 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室外仰台与屋顶空间 既能手把竹签把酒欢 又能眼望山河砍大山 美美美 真是太美了 本次业主总共花费3750万日元 约合人民币186万 看看以下的效果 大家觉得是否值得拥有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